卢氏当晚睡了个好觉,只是一遇却纠结了一个晚上,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大哥和娘亲当年憋屈,仔细回忆了几遍卢氏的描述,却都没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来,唯一一点便是卢氏被认定推云娘下水的事情。 照卢氏说,那时候卢氏还小,又在当时受了惊吓,根本想不起来具体的事情经过了,可他却认定云娘不是自己推下水的。 卢氏自然是信儿子的,一遇也相信他大哥,就算不信他大哥的人品,也该相信他大哥的智慧吧。 卢氏自然只有五岁,但三岁的小孩子做坏事,还知道背着大人呢,他怎么会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去杀人呢? 坏就坏在,卢氏当时确实是被很多人看到推人的动作。 他们身边的作案范围内,又没有别的人,就连那个嫌疑最大的丽娘,也离他远远的,还一口咬定是他把云娘推下水的。 偏偏丽娘受宠,亥卢氏差点被圣怒又轻信地死鬼爹爹杀掉。 不过,说来说去,最可怜的还是云娘,活生生地一尸两命,就死得那么不明不白的,连个真凶都没找到。 一遇在床上翻了个身子,将磁枕移开,拿过软垫来震在脑下,心里有些发冷,他已经十二岁了,不得不面临这个时代的一个严重问题,三妻四妾。 这个朝代的男人,除了皇帝,最多可以娶七个老婆,一个发妻,俩平妻,还有四个偏妾。 有些个喜欢沾花惹草的,还在外面养着不给名分的,就像他爹,在外面养着的两个女人,最后还是被领了回来。 虽然只是妾室,但却比不受宠的大老婆活得要滋润多了。 说是妻妾等级分明,可是归根结底,还要看男人的心在哪儿。 虽然当朝对女子要求,比起明清来要宽松得很多,但女人始终都是男人的附庸,是随时可能被厌恶和失宠的。 那她呢?再过几年,她也就到了该出嫁的年纪,难道也要忍受同其他的女人分享一个丈夫吗? 扮着这个让她困扰的问题,一遇直到天快亮,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遇这觉睡醒之后,已经是天白大亮,她睁眼便觉得酸涩难耐,脑子晕晕乎乎的,嗓子也干得发疼。 等到那股晕乎劲过去,才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从床边小岸上的茶杯里倒了杯水,竟然还是温的。 温热的茶水流入喉间,略微缓解了她此时的不适。 一遇靠在床头,闭着眼睛又回响一遍,昨夜通卢氏的谈话,柳眉之间皱了又开,握着茶杯的白嫩小手紧了又松。 醒了,卢氏一手托牌掀起帘子走了进来。 一遇睁开仍是酸涩发胀的眼睛,扭头冲她可怜兮兮的一笑。 娘,眼睛疼,嗓子也疼。 卢氏笑着走了过来,将手中的托牌放在床边小岸上。 可不是该疼吗?昨儿个好了半夜,不难受才怪呢。 卢氏说着,便取了托牌上冒着热烟的薄荷茶递给她。 带她喝完,又去拧了条热毛巾,回来小心地搭在她的眼睛上。 可是饿了? 一遇轻轻摇头。 那就再睡会儿,等午饭好了,娘再喊你起来。 卢氏的声音柔柔的,一只手轻拂在她的头顶。 一遇刚才看见她脸上轻轻的笑意, 放心之余,便在她的轻轻抚摸下,又睡了过去。 太极公从双垫。 偏垫之中,一身橘红金彩,夜底绣裙的少女, 歪坐在波斯荣毯上, 手中拨了着身旁银盘中婴儿拳头大小的红果, 直至提着一颗,看似坚硬的,才捡了起来。 少女身前一丈远处,横跪了一排八名宫女太监。 个个儿小心翼翼地双手撑地,脑袋微扬, 好让头顶上的托盘不至于掉落。 砰的一声,少女朝着他们其中一个人使劲砸出手中那颗红果, 可惜没有丢到托盘里, 反而惨兮兮地砸中了那名小宫女的额头。 顿时,鲜红的果汁流了那宫女满脸。 见到少女并未砸中, 跪在地上的宫女太监身子, 皆有些微微发抖。 果然,下一刻, 那少女娇美的小脸上变得猙獰起来, 双手胡乱地扎起银盘中的果实, 朝他们身上砸去, 一边砸,嘴里还一边骂着, 贱人,该死的贱人, 以为把我养在这店里, 我羔羊就真成了她的女儿不成, 痴心妄想, 还敢当着父皇的面斥责我, 你们这些个该死的奴才, 方才他那般如我, 却连个敢出声的都没有, 我要你们何用? 吼到这里, 她干脆将手中空空的银盘 使劲地置向了对面 一名绒色秀丽的宫女面上, 那宫女也不敢躲, 任盘子狠地砸在脸上, 又砰的一声反弹开来, 清秀的小脸上, 两道刺红的鼻血缓缓流了下来, 公主息怒, 包括这名正在流血不止的宫女在内, 把人齐齐地扑倒在地, 脸贴在地面上, 长孙贤和柴天威被宫女引进来时, 刚好看到了就是这副公主大怒的场面, 两人面上表情不一, 柴天威快一步走了过来, 一张可爱的小脸上满是笑容, 表姐,这是怎么了? 谁惹你生这么大的气? 高阳看见来人, 稍稍平复了心中的怒火, 轻叹了一阵子, 才重新坐回地毯上, 咬牙切齿地道, 还不是杨妃那个贱人? 柴天威扭头同长孙贤交换了一个眼神, 继续道, 明日是你生辰, 他还来找你麻烦? 不说还好, 这么一提, 高阳的面容又是一阵扭曲, 哼, 那个贱人就是专挑了这个时候来的, 他挡着父皇的面, 斥责我在母妃忌日大板宴席, 害得父王叫我好一顿嘛, 他还有脸在我面前提母妃, 若不是, 公主, 长孙贤适时开口打断了高阳的话, 又对柴天威皱了皱眉, 这些后宫秘密可不是他们能随便听的, 柴天威收到了长孙贤的示意, 忙又笑嘻嘻地蹭到了高阳身边坐下, 一手扯了他的胳膊, 轻腻地拉着, 表姐别生气了, 这都生时了, 你怎么还不换衣裳, 人家盼你的生辰宴都好久了呢, 高阳听到宴会的事情, 被气得通红的面色好了一些, 哼, 今天晚上咱们可要好好地玩玩, 找些乐子, 也去去我身上的晦气, 长孙贤轻一连步, 坐在他们身旁的袖堆上, 柔美的小脸上神情淡淡, 有什么好玩的, 不过是些往日的把戏, 高阳见他拆台, 也不生气, 反倒是一旁的柴天威, 眼珠子转了转, 表姐, 你上次和我说, 今日带了那东西出来, 给咱们瞧瞧, 可是真的? 高阳娇哼一声, 自然是真的, 放心吧, 我已先派人送往芙蓉园去了, 晚上就给你们开开眼, 对了, 我还请了几个庶民来, 若真是无聊, 咱们也能耍着他们玩一玩, 你不知道, 那个傻小子现在越来越有意思了, 不光敢对我顶嘴, 还会发火呢, 柴天威立马来了兴趣, 轻轻摇了摇高阳的手臂, 快跟我说说, 坐在一旁的长孙贤, 端着宫女奉上的茶盏, 看了看嬉笑的两人, 又冷冷地, 像仍跪在一旁的一地工人, 瞥见远处一团触目的鲜红, 眼中生起淡淡的厌恶, 一辆外观普通的马车, 正缓缓地驶向长安城南的起厦门, 车厢里坐得正是赶赴芙蓉园参加宴会的卢家三兄妹, 卢智正在给两人讲着入宴的注意事项, 卢骏大咧咧地时不时插上两句话, 仪玉则乖乖地坐在卢智的身旁, 任他说一句, 自己便应一句。 对于卢智, 仪玉现今在敬重的同时又多了几分联席, 只要一想起卢氏讲述的那段往事, 他就很难抑制心中淡淡的酸涩。 卢智这时还不知道卢氏已经把当年之事全数告诉了仪玉, 见他眨巴着一双大眼望着自己, 纳闷地伸手掐了掐他的小脸。 因公主的生辰宴要举行到深夜才会结束, 他同卢氏在几日前已经商量好, 眼闭他先到长安城暂居一夜, 等第二日再同卢智和卢骏一起回家。 届时在开城布宫的同两兄弟就那位爹爹一事好好谈谈。 兄妹三人在曲池房北下车, 步行上了燕影桥, 一路走来卢智见到了几张熟人面孔, 都只是简单地点头招呼。 走过长长的燕影桥, 在桥头工人的引路下, 他们一路经过几处华院相隔, 才到了公主宴请的地点——方林院。 此时已是华灯初上, 一遇一静到院中, 四周环境陡然变化, 眼前一条大涌道两旁, 数以百计的五彩莲灯远远地挂去, 耳中隐隐抚跃歌声, 再往前行, 鼻尖见有撩人熏香, 又闻乐声中掺杂的男女华笑声。 直到踏上一地的红毯, 走上几十节的台阶, 耳中乐声, 弹笑声逐渐清晰, 眼前浮现的一幕, 端得是无比奢华。 两侧四排宴席上摆的是各式鱼肉蔬果, 席间每隔三座, 便有一根半人高的细体彩绘立柱, 上至全大的一颗夜明珠。 露天宴席上空, 近时纵横交错的上等红辽沙。 席席设有一月台, 叮咚鲜月如泉水般流泻而出。 席中已尽满座, 宾客或与临座交头接耳, 或起身到他席敬酒言欢。 手捧各式佳肴的粉庄公额, 吹头来回在席间进退。 一遇一眼便看到了正北处主席位上脱塞而坐的少女, 一身杨红搭襟的华丽宫装将她衬托得娇艳无比。 她身侧各坐了一名华衣少女, 一个正端坐轻摇玉杯, 一个则凑在宫装少女的耳边说些什么。 高扬这场宴会请的大多是现今太学馆的学生, 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 也有几位师者在座, 却都远远地隔开了。 将携来的礼物交给迎上前的小太监, 又被她罩着卢智的帖子上寻到三人的座位, 却没想竟是在主席位左侧的第二席, 离那高扬也只有十步之遥。 卢智和仪裕皆是有些惊讶, 就连卢骏也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郑懒懒地回应着柴天威的高扬, 余光瞄见了正要入席的卢家兄弟, 立马扬声喊道, 智哥哥! 一时间, 满座宾客全都朝着刚入席的兄妹三人望了去, 毕竟是堂堂公主的生辰宴会, 身为平民的他们也不好过于朴素, 两兄弟接着了上等的丝绸面料 制成的同款不同色的身衣, 一襟袖口处的香纹均是卢氏亲袖, 虽比不上描红抛银的华服, 却在两兄弟一俊一秀的外形映衬下, 生生拔高了一筹。 女客中有不少时的两兄弟的, 今夜见了他们不同以往的着装, 不少都霞飞红云, 有些胆子大的更是同邻座的小姐妹 指点着他俩笑谈了起来。 一遇则比在座衣着华丽的女客们 要显得肃静些许。 头发轻雅地盘了叠记, 紧选了那套叠蓝首饰的一只猪钗叠在记上。 宝蓝色的蝴蝶刚好露出耳侧, 硬衬着他白润的小耳朵上那只银色点珠叠形耳坠, 轻盈欲飞。 一袭鹅黄素褶长裙, 上配窄绣葱绿短如, 臂弯处松松搭着一条蓝彩青纱披薄, 更趁他身形胶钳。 听到羔羊的喊声, 一欲转身看去, 恰硬一阵微风袭来, 长长的蓝纱披薄, 轻轻被拖起, 耳垂上的蝶翅在空中划过一道荧光, 身侧彩柱上那颗夜明珠的柔光 映在他俏丽的小脸上, 一瞬间, 他的身姿仿若一只蝶影, 划过了带坐许多人的心间。 这一幕, 落在羔羊眼里就不那么是滋味了, 他从没见过一欲, 虽总听卢俊在他面前夸夸其谈, 对一欲的印象也不过停留在 面容清秀, 又识得几个大字的小护农女上。 之前邀请卢家兄弟, 顺带上了他们的妹妹, 也不过是他一时兴起罢了。 这几天疯玩起来, 早就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 线下看见两兄弟身边这娇俏的少女, 才想起又这么一回事。 看着眉眼仍显稚嫩, 可难掩胶态的一欲, 想着卢俊言犹在耳的夸赞, 少女高扬的心中, 奇异地生起了一股不满来, 尤其是一月回头看着她的那双晶亮大眼中, 竟然半点也不带静意, 只是那么淡淡地微微地一笑, 就仿佛此刻望着她的 不是她这个高高在上的公主, 反倒像是个寻常的陌生人一样。 心里不舒服, 高扬面上自然也难看了起来。 卢俊卢智听见她的叫声, 顿了片刻便走了过来, 亭力在高扬席前对她躬身轻败, 各说了两句祝词, 愣着一张小脸的高扬抬眼瞥了他们一下, 余光却描想掩在两人身后垂头而立的一欲, 见她连句祝词都不上来讲, 更在心里落实了她的不敬之罪。 若是一欲知道高扬此刻心中所想, 一定会大呼冤枉。 来这里之前, 卢智为了以防万一, 特地交代了她不用出声, 一切任由哥俩应酬, 因此她才站在他们身后一语不发的, 却不想就这么简单地被高扬看不顺眼了。 卢智抬头看见高扬面上的阴色, 又见她视线望着的方向, 心中咯噔了一下, 还没来得及多响, 就听高扬已经冷笑着开了口。 躲在你们后边的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小玉了吧? 平日总听卢俊吹嘘, 怎的, 今儿个来了, 反倒藏头漏尾起来, 使得见不得人, 还是不想见本宫啊? 听到高扬自称本宫, 就连迟钝的卢俊也觉察到了对方的坏心情, 下意识地往卢智身边站了站, 倒把一遇遮了个更严实。 没曾想, 这一举动却一下子就把高扬惹怒了, 他重重地将手中成九的杯盏摔了出去, 恰落在卢俊的脚边, 酒水瞬间见识了卢俊的衣摆, 刚才还功愁交错的宴席上,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嬉戏的乐师停止了敲打, 端牌送蝶的宫女太监也都跪了一地, 高扬的脾气在座不少人都领教过, 就算没有亲眼见过的也都听说过, 当下各式目光投在了站在主席位前三兄妹的身上, 有同行的, 有幸灾乐祸的, 亦有看好戏的, 亦欲低头看着从卢俊的脚边滚落到自己跟前的玉杯, 第一个反应是这杯子还真结实, 第二个反应更是莫名其妙, 他自然是不清楚高扬的心理, 虽听两个哥哥说过, 这人刁蛮任性, 有亦怒亦爆, 可只凭着卢俊投刺同他斗嘴, 却安然无恙, 一欲下意识地并没有将他想得有多坏, 线下再看, 却是心头一紧, 高扬有些尖锐的声音在这一片寂静中响起, 既然不愿见人, 那要脸何用? 来人! 就在高扬一句要脸何用讲出口后, 卢家三兄妹均是面色一紧, 心道不妙, 却不想没等高扬把话说完, 在这席间却想起了另一道人声, 生生打断了他尚未脱口的命令。